于老师的父亲王老爷子 自从在公海上被索马里海盗抢劫三百万 弄开一千万发票之后 又关备蒙古国海军司令姓服中老 要是蒙古国和人家美国情况正好相反 人家美国是南北无强国 东西全大洋天选之地 他可倒好是南北全强国 东西没大洋 但是仍然不妨 人家有个海军在外蒙的酷苏古尔湖上 一个前苏联拖船加上七个老哥 凑成了蒙古国军队编制中 少有从事水上作业的存在 史称王亚七五海 虽然看起来残点 但是蒙古密集可足够156万千米 人口却仅仅有三百万 要知道这陕董赫泽操县666 卧底包本都有169万人 而大蒙古国人口 比罪名存在感的青海省还少一半 我再长点粉都改上了 这么大点就是不够放羊吗 怎么历史上那么有攻击性呢 其实再看一下这个卫星图就会发现 虽然是送了三万只羊 那这哪是大草原呢 风水草地献什么呀 这不是一片黄吗 没错 其实蒙古国的位置 正好是著名的盛行西风代 也有什么意思 这边大环境都是从西向东的气流 而悲剧的是 还要正好在大陆东边 这就导致西边大势一样的湿气过不来 东边的太平洋又不过来 所以你看无论是北京还是辽宁 它往东没多久就是大海 但是往西北去没多久就是大沙漠了 所以到了蒙古 全国八成土地都是戈壁沙漠 对了就是戈壁这个词 都是蒙古语的高壁过来的 那戈壁呆子都是这词 纬度这么高 还有一点转身气流都过不来 在冬天边冷得要死 但不过冷也不是什么坏事 你看这冰箱洞子就上手 还得咔着是吧 这蒙古北部说到北冰洋影响 东边有点太平洋季风 就让蒙古北侧的杭爱山 肯特山分别滋润出了 鄂尔浑 色冷革河 以及沃南河 黑龙江两大流域 水量充足成为了难得的牧场 开头说的蒙古国海军 王夏七五海的库苏棍湖 就在这个地方是吧 你看它可以直接通常大河 色冷革河 然后从贝加尔湖进入叶尼赛河 回去可以发现几只小北极熊 然后从北冰洋一路上到太平洋 没准还可以提提天津味道了 王老也自自故乡 话说回来就仅有点绿地 平时还好 但是一旦全球气氛变了 中原也有点饥荒 这边就直接白毛疯了 是活都活不下去了 那活不下去怎么办 就北边这块有点水 往南走就是大戈壁 实在不行就只能穿越戈壁了 我吐来了 映入眼帘的就是黄河几字的最上面 叫做河套地区 所以黄河百亥是为父一套 是吧 就是如今内蒙巴亚闹尔包头 胡和浩特等地 被游牧民族称为墨南地的这一片 极大地威胁到了中原的安全 汉太祖刘邦这个大同吃了大亏 那汉武帝的时候 才拿下了墨南 开动墨北决战 有了霍去病风狼居序 也有了汉河地时候斗县的乐石燕仁 哎对了 这风狼居序的狼居序山 就是前面说的肯特山 乐石燕仁山 就是前面说的杭爱山 是不是拍大腿了 其实除了河套地区 游牧民还有两个选择 在东边的辽河流域 就如今内蒙齿方通辽能力 是个不错的牧场 而西边呢 嘿 齐天山的熔水 滋润出一串深海的绿洲 这儿是游牧民的经济特区 也是中国的河西走廊 是的 汉武帝及后来的唐太宗 为了彻底解决游牧民问题 都选择了打通辽河流域 安抚东北 也选择了打通河西走廊 精略机密西域 就为了把那群四冷戈壳的熊鹰 彻底斩断双翅 遏制他们东连西进 递到后来中国版图的熊鸡模式 哎 西进 哎 别忘了 对于蒙古来说 不仅南点暖和湿润 西方代啊 西边也是啊 越往西越暖和越湿润的 对呀 历史上好像是东方的游牧民 动不动地干到欧洲去 他们怎么这么开挂呢 讲这个之前 行要搞一个我以前写的 但是被老营销用烂的上古老梗 这个东西是美国纽约非北京的航线 要是这个玩意就很奇葩 明明太平洋跨过去就行 这怎么才北极绕着一个圈 却舍尽求远呢 哎 实际上呢 如果你不用地图 你搞个地球 你就会发现 从北京到纽约最近的距离啊 或者是最短裂湖 就是穿越北极过去的 只不过呢 我们总下意识地以这个伪现为正道 才有这种误区啊 跨越太平洋过去 尤其是为了把地球在平面呈现 现在有种很长远的模式 这叫做麦卡托投影码 就是把地球投在一个远柱上 然后展开形成一个长方形的地图 但是这样一来啊 本来上下收紧的球体 南北京被拉得极大 这就是导致了北边俄罗斯 南边南极等区域 在地图上大的吓人 北京的格陵兰岛 甚至看着比非洲还大呢 实际上地球一看小得很啊 我说这么多啊 就是引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 地球是一个球体啊 你从和中国同位度的印尼 绕着和欧洲同位度的刚股 走上一万多公里 但是要在北极点上呢 是不是 咱就这么转呗 你甚至可以一秒钟 从东八区走到西八区 绕着一个圈也不难嘛 是吧 也就是什么呀 越往北 我们走到西方 或者绕地就越短啊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 我们一直认为的水城贝尼斯 是北纬45度 这是个什么度啊 还是绕到东方一看 我去将是和槟城和哈尔滨一样 那么英国南部的首都伦敦呢 我了可竟然也是默和的纬度了 其实啊 整个欧洲基本都是中国东北 也是更北的区域 如果我们做一个测距 你就会发现 发源自黑龙江上游 沃南河的蒙古 走到亚欧交界的乌拉尔山 不会才3700公里 就这个距离 还没有东北黑龙江的海南的距离远 而对于中原来讲 到达地中海东岸 就要足够7000多公里了 距离上检下 地形上更可怕 如果从中原走到欧洲 连续穿越河西走廊 天山南路 帕米尔高位 伊朗高位 一片前走 才能目睹罗马之风 但是对于墨北来说 伊玛平川的中亚戈壁草原上 骑上瓦子 它能可以势无破除 你这样的进入到东欧乌克兰草原 甚至轻松的打到德意志 总的来说 你从蒙古阿尔还干到芬兰 还没有东北大那省 那三亚度假远 而且去西边罗伊玛平川 当年凶人突厥韩国 一路干到东罗马 那就步足为奇了 游民遇到汉唐 只能吸迁 但是要蒙古这种bug 就直接南下心一手会了 是南方这种历代 在墨北都拿不下的地方 也丢到了南宋的手里 幸运的是 蒙古人打到波兰奥地利的时候 终于止步 而西欧因为距离宣放口太远 最终也免于被征服 不过有个极好的港口 旅上头条的克里米亚半岛 去蒙古人放羊上去了 伊玛人一看 你是不是暴挺天雾吗 要不给租了吧 谁正想着蒙古人刚租出去反悔了 发动战争要抢回来 一来二去 自己身上被汗塔 就是土拨鼠 感染的鼠衣直接穿上了 意大利哥们 这些爷们一回去 格里也没有用了 直接搞出了出发文艺复兴的大事件 嘿死病 你看一个蒙古国的地理问题 竟然可以传练 匈奴献卑突厥蒙古等 遗照族群的迷之行为 遥存结王什么的 也不过就是大地的小波动 不过这汉唐为啥就这么厉害 可以抵抗游牧民的强攻 而大宋就像个弱兽一样 只能面对辽金猛的无情鞭斥呢 是昏君 是文臣 是制度 还是另有他因呢 在儒家视角写成的二个四史中 这开国天子又为又正 亡国尽主又蠢又坏 几乎是各朝的标配 不过就算是推崇姚春与汤 批判节奏周游的儒家 也有论语中子贡所说的 咒之不善不如世 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周 天下之恶皆归焉 什么意思啊 说人话 也就是咒王 其实也没那么坏 但是所有的君子为了盗谋而然 于是天涯坏事 就都跑到那些咒王身上了 王朝的兴亡 那真的仅仅被君主趋一个人决定吗 如果我们在乎文史的思维方式 我们先用理科的角度看待历史 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 现在是啥时候 21世纪 这不过是历史学的教法 如果放在地质学上 我们生活的时代叫做新生代第四季全新式 什么意思啊 说到代这个层级 基本上是以亿级年 比如说以恐龙为名的中生代 就是两亿年前开始的 而我们生活的新生代 则开始于6500万年前 那么季 你一定听说过侏罗纪 就像中生代分为三叠 侏罗白俄三个季 我们新生代也分为古近新近第四三个季 至于为啥只有第四季 没有第一第二第三季 各位董王可以直接弹幕里直接说 我就不赘述了 而我们生活的第四季的下一个层级 叫做世 第四季分成更新式全新式两个式 不过比较长达250万年的更新式 我们生活的全新式 仅仅是大约12000年前开始的年轻的时代 那么这些代季世啥 那是靠啥区分呢 一般来讲都是通过生物的迭代更新 也就是古生代的开端 就是寒5级生物大爆发 中生代的开端是2级生物大灭绝 新生代的开端是白俄级恐龙的灭绝 这些大变革的原因 虽然众说分云 基本离不开一个核心 就是气候变化或者是兵器的影响 比如恐龙灭绝的白俄级 我们就发现地球陷入了极长的冷气 导致恐龙因为食物在断裂而灭绝 形成这个冷气的原因的著名假说 就是说有一个小行星 砸到了美洲那边的尤卡坦半岛 不仅大量的尘埃被泡到平流层 加上触发的大量地震火针 导致灰尘彻底给地球 照上了一个遮阳伞 除了小型的创击 地球兵器的假说 还有很多 比如黄枝尖的变化 其他星体的影响等等 共同造成地球上 一冷一热的巡回 而就算较小的巡回 也至少都有10万年纪 比如我们的第四季 经历了9次小兵器 最后一次兵器结束的时间 是12000年前 正好是全新式开始的时候 按理说 这本来就是一次 平平无奇的兵器结束 谁正想地球又一次 发生了大灭绝 陆生大型动物断崖式消失 我们才把这万年 改缘为全新式 不过全新式 还有一个别名 叫做人类式 因为这正是智人 加满技能 在全世界产生文明的时代 一般认为 第四季的物种大灭绝 人类的作用 可能比自然还要厉害 但是就算你自虚为万物 灵长 你也是地球的产物 不过全新式虽然普遍温暖 但融化的冰川 连绵的洪水 也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麻烦 人类也只能被迫兴起 更大的集体 以对抗自然的力量 国家终于诞生 全新式虽然没有那么恐怖的兵器 但是让地球抖一抖的小冷气 仍然比比皆是 其中最大的原因 其实也是火山的爆发 就比如这个岛屿 你看形状就非常奇怪 它就是一个休眠的火山口 地中海 就盛托里尼岛 放个照片 你肯定见过这儿 还就这么一个旅游圣地 在大约3600年前 曾经发生过一次极大的喷发 它隔壁克里特岛上的灰蜂文明 几乎瞬间消亡掉 不久之后 这隔壁波罗奔尼萨半岛上 落后的麦西尼 逐渐兴起 就是缔造的后来古希腊的文明 然而火山的喷发 也没想象征这种巨大火山 会就像恐龙时代的小行星一样 大的被抛入平流层 全球出现了显著的气温降低 神奇的是 这个时间和商场灭下兴起的时间 彻底对上了号 1258年 同样是一个如今的旅游圣地 印尼巴厘岛的隔壁 林甲尼火山 又一次喷到了平流层 2000公里外的杭州城 迎来了神奇的记载 西湖冰峰 也正是这一年 失误破竹的蒙古人老家 因为寒潮导致了大量牲畜饿死 大汉蒙哥知道不能再等了 于是打算从四川入手 发动大决战 没想到这却成为了 大汉的最后一战 就在重庆钓鱼城 蒙哥大汉莫名暴毕 外屋赶紧班师 拥立了哥哥忽必烈继位 蒙古的西线人争结束 大宋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地球上的火山 基本的分布在板块交际的地震带上 大多数都是相撞的孝王边界 比如日本 印尼 地中海等等 长得跟火街子似的喷出来 有的反倒是大量中极的生长边界 比如大西洋这边冰岛这种 像个大口子一样 只要大型火山喷发 都会沉积大量的硫化物 我们只要研究南北极冰层 一代一代的沉积 就能看到一度明显的火山史诗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1258年林驾尼 还比如1000年前 冰岛二家火山超级爆发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 东北长白山天池也大爆发 可能是地球活跃的一个阶段 中国也正好是唐朝刚灭亡后 混乱的五代十国 到处都记录着冰封双将 这皇帝换得比酒太勤的 而北京的契丹 却正是这个时候突然崛起 吊打中原 留下了后来一只弱势的大宋 15世纪初 毕竹怀大普蒂娜火山大喷发 中国正好是万历年间 那是作物献熟农民贫苦 而诺尔哈什也正是这个时候 统一女真各部 虎视眈眈的看着关内了 1816年印尼坦布拉火山爆发 欧洲称之为无夏之年 而中国正好记录 云南大大1817年爆发起 而三年之后 加清一加崩 道光帝继任了 这个很有名的名字 火山对兵器 只是众多因素之一 但是综合所有因素 我们翻看一下中国历史的清闻变化 就会发现汉唐两朝正好是少有的大暖旗 不仅两朝的漠北强帝 匈奴突厥被顽客 本来寒冷的东北 还建立起出高沟黎 渤海国这样的两大海东圣谷 但是一旦进入兵器 中原作物欠收饥荒 这漠北的游民根本就活不下去 那就拼了命了 王朝内乱强帝入群 昏军眼看着大厦崩塌 等到人口锐减暖期到来 土地均分休养生息 好像一切又伴随着一个圣贤 重新轮回 如今的我们虽然已经脱离农更文明 进入工业时代 仿佛这种兵器的周期率 已经难以影响了 但是面对自然搏动 还资源水火瘟疫 仍然能让全人类都乱了阵脚 徐子曾说 天性有常 不畏遥存 不畏结枉 无论英雄还是百姓 从来没能开天辟地 是逆天改命 而无非是看清自然的规律 和他达成和解 我们这个灵长 才能更加光辉吧